大家好 我是Toys Walker 的舖 今天為了介紹的就是來自 Transformer, War for Cybertron, Generations Labs, Megatron 和 Star Storm 如果你是變形金剛的核心粉絲的話 對這隻G2的麥加登應該會非常熟悉 但這個Star Storm是比較陌生的 先講一下這個Megatron 是1993年推出的G2變形金剛裡面的角色 這隻玩具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種極為鮮艷的紫綠色迷彩 和這個巨大的身軀 當然還有它的賣點就是可以發射的飛彈 而在之後的Beast World 2年代 它也發生了另一個角色叫做Megastorm 而另一個角色Star Storm 就是G2年代一些角色設計的廢案 但由於它的沙漠迷彩設計非常之特別 尤其是機頭的鯊魚嘴設計 是令到一群變形金剛好粉絲都覺得 在設計上是非常之有特色的 好了看回這次G2配色的麥加登會換它 它也還原了G2裡面這個鮮綠紫色的迷彩 非常之有個性和特色的 而現在外形也採用了這個比較接近地球彈的設計 而今次這個麥加登的武具是來自Earthwise的版本 由於這個真正的麥加登Earthwise版本還未推出 所以今次這個別色算是一個 給大家優先玩一玩這個新武具的機會 坦克上的炮塔都可以隨意轉換 特別一提這個G2的Logo都忠實還原 OK 哦 啊 啊 好 這麼快就變完形了 大家同意一下這個可動的部分 首先頭部轉動是沒問題的 有輕微的上下擺動 手都可以90度 然後向前轉360度都沒問題 手肘接近90度左右 然後有一個水平轉 接下看下半身的部分 腰轉是有適量可動 但背包有機會有少許乾涉 然後腳提腿的部分 可以90度左右 然後膝蓋也大約90度左右 抹大腿也是沒問題的 腳都是有水平轉的 變成你擺八字腳就可以做得自然一點了 腳掌可以做到大約這樣的幅度 八字腳的時候都可以貼地擺得很好看的 腳掌也可以向前向後咬 你可以擺到一些基本的姿勢 貼地都是沒問題的 個人覺得可動就中規中矩 這個角色應該是很容易使用的 但比起當年G2的可動性 絕對有飛躍性的改進 好 接下來就輪到介紹另一個角色 就是STARSTORM 他用了尖頭機部隊內的羅渣 去做REPINT 外形上是噴射式的戰鬥機 亮點當然是機頭上谷的鯊魚咀塗裝 霸氣則流入不失外紋 而機身上谷塗了大量的沙漠迷彩 所以這個軍事感就非常足夠了 而底部身體的部份也有適量的塗裝 變成整體的感覺是比較和諧 比起尖頭機部隊特斯帶子或羅渣的配色 我覺得這個配色比較吸引 好 這麼快就變成圓形了 我們一起看看STARSTORM的可動範圍吧 首先這個頸部比較緊的 它可以左右轉動 而手可以360度向前轉動 而手這個關節摺得比較多 看到手也有水平轉 由於變形涉及將手收入胸部的緣故 所以今次這種戰機是沒有任何腰轉的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要下半身動的時候 最好按住膝蓋的位置 否則很容易會爆開變形的位置 腳尖也有一點貼地 可動範圍比較一般 但基本的姿勢應該都夠用的 同樣地跟這個星星叫部隊一樣 在尖頭機部隊的表情各有一點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戴字羅渣和STARSTORM的面部表情有一點不同 有一點總結 就是這次推出這兩個G2顏色 金剛重圖出得十分有誠意 尤其是G2 Star Storm 從未正式實體化 所以這麽稀有的角色一直存在大家的幻想裏 看圖就看得多了 終於現在實在可以擁有 而G2配色這麥加登就真是賣情懷 如果你以前玩過G2版本 對這個配色有前意見一定會走不走 而是期待它出賣這個紫色版本迷彩配色 而這兩隻角色都是全球手法和預訂的 實物是12月才會見街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記得留意各大零售商如何預訂 這次講到這裏 我是Toy Swap 提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